明年就要上路的12年国交 中央规划是免学费 而且不论贫富家庭通通适用 对此六都全都反对 他们都表示 不可以由中央请客 照顾到了富裕的家庭 但却要地方来付钱 各都所长也都强调 免学费政策必须要有排富条款 否则以目前各地方的财政状况来说 根本就无法负担